這個這個爸爸雖然是中風 可是他的意思清楚 也是一樣寫字在扭扭曲曲的這樣子 可是他媽媽就是有點重男輕女 因為我這個朋友他有個弟弟 他這個弟弟就是有點遊手好閒 每天大概除了不是玩手遊 就是去騎摩托車去飆車 這樣子什麼事也不做 結果在過了年後的時候 我朋友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他有個困擾 什麼困擾呢 就是他媽媽一直逼著他 有沒有 要簽那個拋棄 那個繼承的同意書這樣 就我就問他說 你媽為什麼要做這種奇怪的事情 他說沒有啊 他認為就是說 這個他媽從小就跟這個女兒說 阿伯你出家了 你就是不是我們家的人 然後所以這個房子 以後我一開始從小就跟你講 沒你的份了 所以你要認命 他是重男輕女的受害者 他現在又變成加害者 一直都是這個樣子